在我们人生当中跟登山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是当下的转念是最困难的 在2007年的时候 曾经在南美洲的阿空加瓜 曾经遇到两天两夜的暴风雪 其实已经是在死亡的边缘了 最后我就是拿出了最诚心诚意的 跟老天爷来请求 希望他能够饶我一命 如果他能够饶我一命的话 我回来一定会奉献社会报效国家 如果你时常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常常去转这个念头的时候 其实困境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成长 2009年第二次爬完圣母峰下山之后 其实我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承诺 就是20年通通给登山教育 那从哪里开始 从学校开始 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要走遍全台湾的每一所学校 从国小一直到大学我通通去讲 那有一天我可以把台湾所有的学校讲完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江秀珍想要成立登山学校的这样一个心愿 当你在登山的一个过程当中 是一直不断的往上爬 那往上爬之后到了顶点的时候 你可以往下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向上的力量 它不断的在拉 拉着你往上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沉浸下来 然后呢可以不断的反思自己 这个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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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